我們有一個案例 就是當事人後來要去提告 就是他後來就是在那個溫泉池裡面 因為溫泉池又離這個 有人在的地方又有一段距離 最後心肌梗塞 還好救回來 要不然就真的過世 但是他還是要提告溫泉業者 為什麼 他就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讓我一個人 單獨在那邊泡湯 我很可憐 要救生員嗎 對啊 你還喜歡一個人 我那是裸湯 你還喜歡一個人 那我怎麼辦 我心肌梗塞的時候 我掃到周圍 沒有人可以救我 但他就因為這樣 因為這個原因 他就要提告這個溫泉業者 可是後來法院認為說怎樣 其實溫泉業者 他們隨時都會去巡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就一些比較高級的 他會隨時去敲敲門 你在裡面OK嗎 那你回個聲音是OK 還好就是因為當他敲門的時候 他立刻就立刻跟他求救 所以就把他救回一面 就從鬼門關救回來 那並且立刻做CPR 所以最後就沒事 所以這個案例就告訴我們 其實你泡湯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安全 因為同時有另外一個案例 也是來做法律諮詢 他們就是怎樣 最後就真的是走了 那為什麼 因為法院 最後法院也判賠 為什麼 就因為你這個溫泉業者 你沒有隨時巡視周圍 那甚至法院 他們還會認定怎樣 假設你有一個 設置一個求救的案例 這個是非常重要 就像我們去上公廁 公廁旁邊都有一個紅色的按鈕 如果我真的 有時候 天氣的 恩恩的 太大力 突然腦沖血 我按一下你 至少有人救 所以我們就說 各位觀眾朋友 你不管你去泡湯 或去任何的公共場所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隨時 萬一有發生事情 你一定要先看好 周圍有這一些的設計 這個對你的生命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保障 下次會不會到了一個 那個泡湯 而且是泡裸湯的地方 發現跟游泳池一樣 旁邊有一個 救生員 救生員坐在那裡 然後這樣一直看著你 然後你泡的時候 就跟他講 你幹嘛一直這樣瞅著我看 因為我那天看真正有事 他說不能發生這樣的事 我怕我們 我怕我們飯店會有責任 所以我要盯著你們 那個你泡 姿勢泡好一點好不好 一定很多人去應徵羅湯的救生員 這樣可能又衍生出 妨礙秘密罪的問題 那教官說實話 對警察來講 沒有什麼天氣冷熱的問題 也沒什麼過不過年的問題 只要發生事情都要去 天氣最冷的時候警察叫春安 你知道春安工作 以前所有春安都要入檢 要入檢 那當然冬天也有好處 以前夏天穿黃大利會覺得很熱 冬天穿起來就很溫暖 那還有警用大衣 我們很多同仁 其實很多民眾 你們都可以盡可能的避免 但是警察沒辦法 我看到山上的派出所 有時候以前我當幹部去查勤的時候 去拍手按電影的時候 因為山上很多派出所 人數少於6個人 他晚上10點以後可以關門 有這個規定 他可以關門 然後他關門的時候 我們的同仁天才 那這時候要報案要找7人嗎 不是 這個同仁 你打伊林 找7人 這個同仁 你知道山上現在派出所 他們那天給我看 他們現在是負二度 負二度 那這種他們很容易常常什麼 煤炭 然後門警官 我去查潛的時候說 你們要燒炭自殺嗎 對不對 那還遇過好幾種 因為那山上你不曉得遠景 他上次跟我講一個我笑死了 他說 我在山上很久都沒有遇到人 突然有一個遊客 那個登山客來跟我要水 我拿水給他 他要走的時候 我緊握他的雙手 你怎麼握這麼緊 那個警察告訴他說 好久沒有看到人類了 我還以為說 我想確定你是人 你有沒有溫度 因為山上都是看到動物比較多 那我再講一個 我們冬天遇到天冷的時候 有時候你知道天氣冷 不要說什麼大家都是 像我處理一件車禍案件 那個現場已經沒有氣息了 那個時候三星班內 我們就想說 那這個時候人家 所有店都沒開嘛 那旁邊剛好有那個傢俱行 傢俱行再加去都有一些舊棉被 我們就拿一個棉被把它蓋著 蓋著然後我們打電話給那個藏儀社 你們幫忙派一個人臨時工來 來幫我們看一下現場 那我們回去派一所在寫那個資料說 台一省到幾公里 那個地方幾公里 我們就開巡邏車再去看一下嘛 到底幾公里才有辦法寫嘛 結果巡邏車一開 那個燈這樣一轉過來 棉被不是蓋一個 對啊 蓋一個車禍死亡的嘛 變四隻腳 那是不是兩個 對啊 是不是蓋兩個 奇怪 明明剛剛處理只有一個 總要變兩個 結果就是那個找來看守的那個 他天氣冷 他就跟他站在一起 他就跟他蓋一件 他膽子這麼大 我會給他嚇死 你知道嗎 那個嚇了整個冬天 精神都來了 你知道嗎 還有一件也很好笑 不是 而且看到四隻腳 然後去了以後 然後那有一雙腳還動 還會動 然後還起來 那個明明剛剛處理才一個人嘛 另外還有一件是那個 那個放婚教 你知道嗎 那個載鴿子 他們都開到那個 台一省到海邊去放 但是放的時候 有鴿子 有籠子 沒有人耶 後來那個也是天冷猝死在水溝 然後找家屬來 然後我們一般要做筆錄 都會有一張白紙嘛 然後給他想 你幫我寫一下出生年月日 身份認知號 然後他的職業 還有他服務單位 然後他都寫他航空業 然後在華信 我就問他 我說 奇怪 他在航空業 他說對啊 你的放婚叫航空業 原來那個叫航空業 我說怎麼華信呢 他說他在中華信科協會 所以他簡稱那個叫華信 華信航空業 有沒有道理 有 有道理 所以有時候冬天有時候很多趣事 OK 可是其實大家冬天的時候 當然一定不免俗的 冷天的時候你會吃鍋 然後接下來剛講嘛 接下來年假也常吃鍋 可能有很多人會喜歡打麻將 就摸幾把 小肚移情 類似像這樣 可是說實話 肅移情 像這種 關起來吃鍋 摸幾把 有很多的狀況 就在這時候出現了 是 因為剛剛五哥有說 其實如果年紀大了 這個三高真的有狀況 不一定要手碎嘛 我們就意思意思 對啊 可是有時候他們不是為了手碎 他們是因為說 我其實是邊打麻將 以手碎之名 其實是要打麻將 其實是要打麻將 很多人都可以連從除夕一路打到 初一 初二 你知道嗎 你聽過人家打 我聽得真的是嘖嘖稱奇 好像人可以不用睡覺 然後可以放幾天 他打幾天 好沒想像 他們就一路一直打 那個屁股幾乎都黏在上面 除非是痔瘡血破了 不離開了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婦人就這樣 他就一路熬夜打 然後後來就覺得 怎麼突然間覺得不舒服 然後就暈倒了 那個時候已經是清晨七點 所以就知道他們是一路一晚上 家人看了嚇一跳說 怎麼回事 趕快送醫急救 後來才發現 剛才高法醫不是有講主動賣玻璃嗎 他就是 他那個血管那邊就已經整個玻璃 就已經整個 你想到那個血管內壁 都已經坍塌了 你知道嗎 然後你看他熬多久 應該早就痛了 其實捨不得這一 對 這一把要自撥 捨不得走 捨不得走 然後送去之後 幸好真的我覺得運氣好 因為老實說過年期間 留守人力有時候 真的還沒有一定那麼充沛 幸好他去了那家醫院 技術也好 幫他整個趕快先急救之後 因為血管已經壞掉了 還要換人工血管 還要整個緊急手術 就這樣把他救回來 自己醒過來才知道說 自己真的已經 是歷經一場生死關頭 我上次碰到一個罪廟就是 他一面開之後 他覺得他精神很好 要趕回家 結果就開暖氣 因為天冷 窗戶都關起來 開 還要聽音樂 可是沒想到 你聽音樂沒有用 想睡就睡了 就睡著了 就直接撞到那個三坪 撞了 人家背出來 那個真的很厲害 他這樣一撞 撞到那個時候 你知道那個儀表板多少 你知道嗎 多少 140 一龍了就要點了 就停在140 這麼快 對 輪就揮出去對不對 可是運氣不好 他揮出去以後 剛好一部車子過來 就馬上輪過了 他就跑掉了 那個人 他是說他不知道 但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去驗的時候 本來以為是一個車禍 因為他撞了很厲害 整個車子都壞了 然後又揮出來 所以沒有注意到說 是不是有被輪過 以為是這樣撞就撞掉了 所以以為是車禍 可是那個家屬隔天 既然來告訴我們說 那個死者回去告訴他 家人說他是被車輪過的 死者回去告訴他 拖夢 拖夢說他死掉了 他用狗死的 他不是狗死的 我說怎麼有這麼陪的 但是真的 那時候交通警察 那個交通警察 也覺得怪怪的 因為他有看到 那個車子不是輪過的血跡 不是輪胎印 他也覺得很奇怪 怎麼有輪胎印照的 不過人家覺得 撞那麼大 一定死的怎麼有關係 你最多也是輪過屍體 對啊 就毀壞屍體罪 也不是那個 可是人家駕駛這樣講了 沒有辦法 就叫我去看 我去看 我一解剖說 就要解剖嘛 結果一解剖看 他胸腔的肋骨 骨折跟那個 肩膀這個手骨 整個都斷了之後 全部的地方都有血跡 我們如果死了以後 才輪過的話 那麼的地方沒有血跡 油也是用水 稍微沖一下就掉了 你如果外側過 他會噴出來之後 也滲入到肌肉裡面去 你用水洗不掉的 所以這就可以判斷 他是已經死亡還是被輪死的 所以你買雞腿也是一樣 什麼 就跟買雞腿的道理 死雞跟活雞很重要 所以死雞的話 他裡面 就白白的嗎 那就是血 如果有血點血液 你用水沖一下 他就不見了 會死掉 如果是火災的話 你怎麼沖都沖不掉 你洗是洗不掉的 原來解剖也可以看出來 那天我吃一個火鍋肉 我覺得他很紅這樣 那代表是細菌的 這是真的啦 後來就知道說 這真的要搞到 然後我們就叫那個鑑識器 你知道嗎 這個鑑識器 剛好運氣 因為過年其實沒有人在外面 剛好只有他那一部經過 就那一部車過 就那一個時間點 就鎖定是他 結果去到他家的時候 要驗的時候 他車子洗過了 這就吊鬼了 對 所以檢查就更發疑 你洗車要做什麼 他說沒有 我就開塘土 車子都髒了 我就洗一洗 因為他有用清潔劑 所以血跡也不太 驗不太大 所以你有心潔劑 又回來跑了 問我說各位要怎麼 一洗完沒辦法處理 可能沒辦法 沒監視器 我說不會吧 那如果我黏過的話 那個血液跟肉油那個弱穴 會彈到那個底盤 車的底盤 會彈到底盤 好 真的再去 再把那個車子調起來 真的找到血跡跟底盤 肉油 然後一問他他說 我只有覺得有談一下而已 因為他如果說的話 就肇事逃逸了對不對 所以他說我怎麼丟一下 他說他講這句話 他就說你有臉過你 他說沒有 不要起 好像沒有判肇事逃逸 根據警察多年的經驗 一整年365天 最安靜的時候 是在除夕圍爐那個時段 不管你什麼工作 大家都會放下 要跟家人爐爐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警察看到所有街道 沒什麼人車 但是也 最怕這個時候如果發生什麼 可能沒有目擊者 OK 有一次 薇如也我印象很深 一個老婦人 他因為隔天要拜拜 要去拿行李 走出門以後 他帶了一個很大的金項鍊 然後身上 他兒子還給他三萬多塊 結果那個老婦人 後來沉濕在巷子裡 巷子裡 然後項鍊不見了 錢也不見了 那這個很明確是一個強盜殺人 OK 為了錢 那這個最 因為那時候的時空環境 巷子裡那邊都沒有監視器 所以這個案子在除夕夜的時候 造成我們一股壓力 到最後這半年都沒有破 懸案了 OK 也沒有監視器也沒有目擊者 那突然有一天 半年多過後以後 有一天拍手的電話響 一個女孩子打來說 警察先生你們在除夕有沒有 處理一件那個 你不要問我是誰 我不會出面 我也不可能做筆錄 OK 但是我告訴你那個案子 我告訴你 你們到雲林去哪一個 監視那個點檔的金氏 那檔的名字 這個人呢 不是他 是他的弟弟 用他哥哥的身分證去檔的 我們去查真的有這個 後來真的破了 這個案子真的破了 是懸案嘛 這個後來怎麼破你知道嗎 原來這個女生打來檢舉 這個女生當天那天他們就是 這兩個情侶都有吸毒 然後因為要回老家過年 身上都沒有錢 看他老婦人呢 搶了以後他跟他反抗 不注意去刺死他 項鍊拔了錢拿了 趕快回老家去過年 整個都沒有 他整個是隨機就對了 對 也跟他也不認識 就隨機這樣 看到有錢搶了 然後馬上坐 坐了桶連就南下了 這個如果沒有這個女生的檢舉 這個案子破不了 但為什麼這個女生會檢舉 因為這個男的後來劈腿 去娶別人 這個女生很恨很恨 他說恨死他了 然後檢舉 所以他告訴我們說 他不可能會出面來做筆錄 可是法宜 有人打牌 打打打打打打 打到最後欠債 欠到最後 真的連命都 所以我本來以為打麻將不會很貴 就是說 沒很貴嘛 我不知道有人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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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輸到趙佛羅 這個很難講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嚇一跳 沒錢人 還沒拖拉鍋 所以他倒閉就鎮腳 那個鎮腳是 大概有三 四 他沒有回去了 他只有一個人就跑回去 人家也抓不到他了嘛 可是經過不到一個禮拜 他突然在家裡就擱緊 就是掛不到 放火燒 自殺 我們就去看 因為他在台中線 不要說哪裡 我們都去看 就整個鎮腳都開了 還燒 因為它燒的時候 比如說我死在這裡 它燒在這裡 有時候在那附近燒 但是不是在他身上燒的 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 這個不是 鎮農自殺 鎮農自殺 你一定要在火炎點嘛 對 那有人說 鎮不就跑到這裡燒死 沒有嘛 對 然後他又擱緊就沒有看到鏡子 這跟鏡子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擱完 肚子什麼 自殺 都不用看就知道 你有擱到沒有擱到 但是頸部你看不到啊 所以你會有個鏡子 你不知道有看到嗎 不然擱不得就 總會叫死以後飛漏洞 所以一般割警自殺 都會有個鏡子在前面 對 一般都有 所以那個鏡子整個噴得都血跡 所以他們老老走 他絕對是走得頭清楚什麼的 擱一般是用右手 擱這裡就擱這裡 沒有人擱這裡的啦 他是擱這裡 而且擱很深 對 而且他沒有遲疑創 就一刀斃命 然後就撞去 人家說人家要自殺死 會痛而已 會痛 要刷一下 等一下 再去看看 跟那拿槍也是一樣 拿槍就放在這裡 他不是拿起來就打了 很少 他就放在這裡放很久 然後就會 真的就會產生一個圓牽 因為一直比著 對 就一直頂著嘛 OK 一樣 這個也是你判斷的一句 對 這個是判斷 對 如果你是自殺 一定會有人權 如果被他殺的 因為他不會弄那麼久 直接打了嘛 直接打下去 所以不一樣 他這個就是 給我看 他又不嚇 很好 還有頭比較好 因為他是舊房子 那地上應該都沒有 只有他一個人嘛 可是我怎麼看到 就很多鞋印 鞋印 我就請那個監視來看 這到底是幾個人的鞋印 有時候一個人 他只有一雙鞋子 回去只有一雙鞋子 對 不可能不一樣的鞋印 對 怎麼走 結果才找到 兩雙不一樣的鞋子 一個穿26號鞋子 一個穿27號半 然後我就認為 這一個差不多165 這個身高 一個168 一個178 175左右 OK 結果真的去問了 就有兩個跟他追債的人 就是一高一高的 然後鞋子就2617 對 26個27半 而且最糟糕的就是 後來找到這兩個家 這兩個家既然還不承認 他說沒有 我怎麼有在 他有打電話 不是有那個基地台 那就是你那個時間 你就在那裡 然後運氣又不好 因為他們要去找這個人的時候 先去買菸 就那個Seven買菸 我們剛剛也是想說 搞不好 搞不好去Seven買一個 果汁什麼喝 搞不好會照到 在這個時間點 兩個人會出現 真的就找到這兩個 你這麼巧的是 對 真的去Seven去買菸 這好像演戲喔 對 真的是 有時候 這個推論很重要 他一定去做什麼 附近都要做什麼 他可能他去 不然那時候 國宰阿婆什麼見識器 他在老家 整個都咕嚕 沒有人去過了 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們去跟他要錢 就是你輸錢了 他又很壞 他又說一定不會錢 他沒放他 他沒錢了 他們就覺得 這個也絕望了嘛 希望我會抬一抬 對 然後毀式滅跡 就想說燒掉 比較沒有指紋什麼打出來 結果沒有想到 燒的是趴旁邊 地上沒有燒 對不對 地上還是有看到腳印 他就抓到那個腳印的大小 不一樣 OK 其實在2005年 就發生一個產事 那那個時候 那個案子還鬧得滿大的 當時呢 在苗栗頭份的交流道 他們發現 怎麼那個黑色塑膠袋 好幾袋 後來一打開不得了 裡面是屍塊 然後呢 但是呢沒有頭 也沒有手腳 所以就找到軀幹部分 所以身分很難辨識嘛 所以他們只能從那個身分 從軀幹去看說 他是一個女性 然後呢 有剖腹產的痕跡 應該生過小孩 OK 然後看他那個呢 胃裡面呢 還有一個沒有消化的這個精神用藥 所以就研判說 應該死亡時間是在24小時之內 但是到底是誰殺的呢 然後呢 就是在焦灼之際 突然發現一個東西 就是他用來運這些 這些濕袋的這個旅行箱 是一個那個膠膜都還沒有撕掉 顯然他是為了棄屍去買這個旅行箱來裝 然後呢問題是呢 不是大家要注意 買的這個旅行箱並不常見 因為他們當時發現 這個品牌的旅行箱 它只在北部的部分賣場有在販售 總共也不夠才400個左右賣掉 所以就好了 因為400個真的 就不是茫茫人海去查了嘛 所以就開始查說 那這一段時間之內 這個什麼時候有賣 就發現在桃園某一個賣場 就發現有一個人很可疑 一個男生 他們從監視器看到到170公分 戴個眼鏡看起來絲絲文文的 就鎖定他你知道嗎 把他叫來警察局也巧合 這個男的來的後來沒多久 他就自己坦承罪行說 我錯是我犯的錯 這男的的女兒 剛好是那個接貨報案的那個派出所 副所長他女兒的同學 你知道嗎 就是居然還有這層關係 那他為什麼會 他就說他是他殺的 那這個死者是他的太太 那為什麼會在年前發生這樣的慘事呢 原來是說 他說他太太呢 其實他們兩個結婚16年了 期間呢 離婚也兩次 分分合合 離兩次再見 對 那他太太他們因為有小孩嘛 有時候因為小孩的羈絆 所以就是還是會在一起 那為什麼會出狀況 他太太其實幾年前 精神就開始有一點點狀況 那本來呢 後來他就開始會玩線上遊戲 他一開始覺得 他在玩線上遊戲的時候 比較穩定 就覺得說那可能對他病情控制 是有幫助的 所以就讓他玩 沒想到他從此玩物上智 他會一直沉迷在這個線上玩具裡面 然後完全這種家庭 什麼生活功能都失去了 所以有時候你忙得要死 回家就看到一個人 在那邊玩手遊 什麼事都沒做 家裡亂七八糟 你竟然很生氣了 然後你跟他說 你不要一直玩好不好 就開始唠叨 那他本來精神狀況就不好 一定會頂嘴的嘛 然後他就跟他說 你不要一直玩 像你媽媽在洗腎 你就乾脆接回來 你把他接回來 你把他照顧 然後我們至少可以 省一筆看護的錢 然後就跟他撈刀 這時候那女的突然就抬頭 就說 這我家是關你屁事 就是很不理性的回答 男生就氣 他說你這不笑 這不笑女 這女生聽到他說 你憑什麼講我不笑 這個終於放下他的手 我就往上前就打 他老公一個巴掌 那那個時候 甚至還衝到廚房去 那老公追到廚房 才發現他一把刀 要砍他老公 那兩個人就在搶這個刀的時候 然後後來刀被男的拿下來 男的這時候真的整個氣急攻心 所有這十幾年來的怒 可能都堆積在身上 就砍了他十幾刀 就犯下這個錯事 然後最後他就認罪說 是我做的 可是這件事情 最後面大家覺得 最讓人家鼻酸的是 其實他的女兒有出來作證 他說其實就是他媽媽 就是一個情緒控管很有問題的人 那每天都是 他們都處在他那種憤怒的情緒當中 他生活都因為他很嚴重的影響 他爸爸是個好人 所以他甚至出警的時候 都希望說可不可以原諒我爸爸 他也不是那個的 就是大家就覺得 怎麼會就在年前發生這樣的事情